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分你是几年级 就算我现在要大事毕业了 但我也投入这个比赛 所以只要你有兴趣 就勇于挑战 因为我本身的兴趣就是 喜欢车子 也刚好我的体型比较适合 就是这个比赛 因为我本身就是读机械科 所以我对于转向这些我比较了解 就算没有谈与这部分 但是我也是可以以我的要求 然后去表达 然后负责的传动跟引擎 就是因为我的兴趣是在那边 所以我可以加入他们那一组 然后又兼顾到转向这边的问题 为了比赛的成绩 所以我自己也有做一些那种重训 一些加强 就是希望不要在比赛中 就是因为太热 或者高强度的比赛里面晕倒 那转向结构的部分 我们是参考机车的龙头 然后使用的是第五轮转向系统 在操控方面是比较简单 且比较轻量化 那设计的部分是使用两个转向块做夹合 中间的横轴转向 底部的部分是我们重新设计 使用离的部分去重新做一个新的 制作上的部分 包含我自己做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灵敏度的部分跟操作上面 都是蛮出事的 我负责车架的部分 然后我再把车架化进电脑里面 有三式图跟立体模型 再给大家依照这个图 来制作立体的模型 车架这部分当初图形 跟现在的部分会有一些落差 它落差的部分是在 它会为了模组化 配合特首的身形做改变 还有一些位置 配合传动 还有转向走块的部分 来做个搭配 在电脑里面看到的不是实体 可是把它做出来觉得非常好玩 也很新奇 这次的比赛中 我是负责企划出了鑽写 因为有写这个东西 才可以跟很多场上提案 然后对我们来说也会比较 就是像机械类的东西 我们更清楚里面是在做什么 我对工业产品 然后还有像车子啊 有一些兴趣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 就是一直学习一些 比较立体的东西 都是以前没学过的 然后就参加现在觉得也蛮好玩的 和同学一起讨论的话 大家都会互相听大家的意见 只要测课印好我们就要开始制作 上脚啊补图这样 以前高中的时候也没有学过补图 这类的东西 也是因为参加这次比赛 所以才学到这些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工作 所以老师刚开始讲的时候 我也就是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用 对 所以也是同学在旁边帮我 就是这样慢慢学习 怎么利用这些东西 我们车壳目前进行的时程 都有在控制在范围以内 然后现在最主要就是做最后的收尾 收尾之后呢 我们就会帮车子做眉宣 然后就是主要的涂装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车壳是用3D列印去做的 在列印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压缩的变形 那这部分我们就是会稍微的去做修饰 因为我以前是学广告设计 那在工业设计这方面是很有兴趣 就是可以去做一个结合 我觉得让我就是很有成就感 会选择C夹式刹车是因为它的重量比较轻 那它的固定方式也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只有一轴 传动结构方面我们原先以为 省油车能减轻重量能达到最佳省油效果 所以才把传动后壳切开 但是切开之后我们才发现到引擎无法传动到后轮 于是我们又把后壳焊接回去 变成最原始的传动离合方式 因为我们学校的吉祥物是飞鱼 给人家就是温和在海面上跳跃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是一场车队 是叫观速宇宙速度最快的单位 所以我们也把学校吉祥物的特色 加入到我们车队的队灰里面 我们将飞鱼的造型去做几何的改造 然后让它更有速度感 就是让它更活泼 不会像原本就是很圆滑造型 让它就是能够更符合 我们观速车队的形象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比赛 能够让同学们把学习跟食物 两个能够做结合 透过比赛的这个历练 让他们的能力再大幅提升 当然最后的目标是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就业 我相信透过这个比赛 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个历练 乔光公社第一次组队参加 宽宝节能车竞赛 其实多数的同学都没有什么实作的经验 那经过这六七个月的一个实作的演练之下 发现到其实学生的 不管是在实作能力上面 还是在想法沟通上的一个能力 都有很明显的一个进步 我想这个比赛也会为他们带来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专场 时间上大家也很少有时间可以凑在一起 所以大部分都是独立工作 比赛就快到了 剩下不到一个月 我们以现在的气势 我们一定可以有机会站上颁奖台 详尽丰富的参赛规划 和强调完整性的车体设计 让乔光科大的光速车队 创造出更符合现实环境 也更具吸引力的竞赛车辆 也让他们带着更大的自信与骄傲 影响决赛的挑战 乔光科大光速车队 乔光光速地表最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